大家好,我是馬劍明牧師 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這個《懸爆者》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第三個人物 你猜是誰呢? 我們講了兩集 第一個是Sensatov 親神多夫伯爵 第二個是深受Sensatov影響的約翰維斯里 他如何引爆了英倫的復興 也引爆了我們在教會歷史上 稱為大覺醒的運動 今天令大家驚奇 我跳去講一個中國的《懸爆者》 就是宋尚哲博士 宋尚哲博士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亦是一個很有爭論性的人物 因為很多人甚至在當時的教會裡 都是我們說很有爭論性的 很有爭論性的 因為其實他行事的為人 真的不是人敢品 他是為了福音的緣故 為了神話語的緣故 為了拯救靈魂的緣故 為了叫人悔改的緣故 他經常做一些很驚人的舉動 甚至令到有些教會拒絕 不要他們去講道 因為太嚇人、太令人懼怕 他斥責罪惡 真的太令人 威脅性太大 或者冒犯人太厲害了 所以有些教會拒絕 但是這個緣爆者 卻是成為在中國教會歷史上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神在1937年7月7日 我們都熟悉的盧溝喬事 變成日本 侵略中國 而啟動了中日戰爭 之前的十幾年 大概十七年 神就將宋上捷 由外國帶回來中國 由美國帶回來中國 開始在中國的侍奉 如果我這樣看 其實神是叫宋上捷博士 宋上捷牧師 在苦難和戰爭的來臨前 預備基督的身體 去經歷一次熟靈的復興 去堅定弟兄姊妹的生命 以致他能夠面對未來的八年的抗戰 和國共的戰爭 這些在戰爭裡 去衝擊教會 去摧殘教會的力量 或者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聽聽有關於宋上捷的生平 在1927年 神就興起了一個 在中國侍奉的元爆者 剛才說的就是宋上捷 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 去預備中國的教會 宋上捷的背景 也很有趣 跟我們這裡有個同工同鄉 他在1901年9月27日出生 是福建人 不知道聽我節目的有沒有福建人 是福建蒲田人 我們在香港也有一間餐廳叫蒲田 都是吃福建菜的 宋上捷就是宋上捷的鄉下 他在20世紀30年代 在中國教會復興 是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奮興報道家 為何由宋上捷突然跳到宋上捷 我想起一個關聯 原來宋上捷的爸爸 宋學年是葡田美爾美會 即是現在我們稱為為 衛理工會的一個牧師 這個關聯就是這樣 約翰衛斯里 他是一個衛理工會的創辦人 Mathodist 你說秦道會、衛理會 是同一樣的 秦道會就是英國 衛理會就是美國的Mathodist 秦道會就是英國 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宋上捷的爸爸 就是美爾美會 就是美國的Mathodist 叫做衛理工會 他就在那裏做牧師的 在福建那裏做牧師的 所以宋上捷的童年 他全家都搬到去 莆田的縣城那裏 在那裏居住 因為教會就是那裏 很少的時候 有人就說他是小牧師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爸爸病的時候 很小時候 宋上捷的小名叫做天恩 語名叫做天恩 就代替他爸爸講道 所以有人稱宋上捷 做小牧師 當然 這個兒子 是被神捐固的 是被神簡選的 神是一個生命 是一個命定的 一個redemptive destiny 一個救贖的命定 去救贖中國很多人的 成為一個神的仆人 所以在1919年 他就在他鄉下 葡田的哲理中學 就是在那裏畢業了 然後他又去了美國那裏讀書 去了歐哈奧 俄系俄州的中部有一間 是衛斯里大學 當然在同一個中派 可能是教會的學校 他就去那裏讀他第一個學位 然後跟著之後 就在俄系俄州的州立大學 就完成他化學博士的學位 到今天如果去那間大學 去找John Song 他的博士論文 都會在那裏找到他的博士論文 而因為他成績太過優良 他就被頒獎 頒獎金鑰匙的榮譽地位 在1927年他拿了博士學位之後 他轉了進去 1927年1月 就是紐約的協和神學院那裏讀書 那裏他經歷了一個很大的熟齡的經歷 就是他經歷聖靈的囂觀 他說這是我靈性的生日 當他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雖然他很早已經信耶穌了 在他爸爸、在他家庭裡 甚至在服侍主 但是在那天 他經歷聖靈的囂觀和聖靈的充滿 這一次的經歷 給他很大的衝擊 他說聖靈好像水一樣 一次一次去衝擊他 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 是五次 不是五次 是十次的、幾十次的去衝擊他的生命 好像頭上蕭冠他一樣 所以他心裡充滿著喜樂 然後聖靈又充滿著喜樂 好像沒有的時候 又再一次蕭冠他 他們就很有能力 很熱心地去傳福音去報道 那個時候 紐約的協和神樂院 很多的教授、學校 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瘋狂 以為他是精神病 所以就把他鎖在精神病院 這個可以說是宋上哲博士的一個抗野的經歷 他經歷聖靈充滿 他誤會被一間 我們說很自由派的一間 不認識聖靈充滿 不認識熟靈的這些事情的一間 他只是在一個知識的層面上去研究神學 所以他們不太明白熟靈的事 他們把宋上哲刪在精神病院裡面 刪在精神病院之後 對於宋上哲博士來說 是一個抗野的經歷 他在那裡去研讀聖經 去讀經 在那裡去跟神有一個很親密的相交 所以當宋上哲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候 他就決定回到中國那裡去服侍 當他坐船一直記載 他回到差不多要到中國的時候 他就有一節經文想起了 那節經文就是說 保羅說 我先前以為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 所以記載到他就把他博士的 最高的榮譽那個金鑰匙 還有他的畢業證書 和博士的畢業證書 所有有關於他的人的一些成就 他完全扔進了海裡 扔在太平洋裡 他成為一個親造的人 他完全被聖靈得著的人 回到中國去預備中國的教會 所以在1927年11月 他開始就在福建那裡傳道 他強調什麼呢? 他的信息就是十字架 重生耶穌的補血 他講到要信主 要重生去經歷主 要得救 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這些都是他講到的一些主題 不只是講到的主題 是因為聖靈的恩高 和聖靈的大能 他的分享他的講到 令到很多大英姊妹 流淚的 悔改的 教會領袖 甚至牧者 流淚悔改的 去跟隨主 再一次經歷聖靈充滿 這個真是一個復興的原爆者 他在每個人的生命裡 殺幸福 因為種子 不是等五年十年去爆炸 是即時的去原爆 即時的去爆炸 在1931年2月18日 即是幾年之後 他加入了 北德利報道團 北德利報道團 是中國一個很出色的 傳福音 猜會報道 是由繼志文牧師 和同工的 他和繼志文牧師 兩個 是中國另一位復興的原爆者 在那裡合作兩個港元 在中國大大小小的教會 去講道 差不多上百的城市 帶領了很多人歸主 有人說 超過十萬人歸主 宋尚哲的講道 他特別強調就是悔改 不只是認罪 是要悔改 是要將自己的罪 認了之後 要去埋單 要去埋單 要去改變這些罪 所帶來的對人的傷害 比如好像 如果你拿了東西 偷了錢的 拿了公家的錢 你就要歸還 如果你是傷害的人 你不只是寫信 也要向別人當面認罪 所以有人說 他是中國的施洗若干 呼籲人要悔改 要認罪悔改 並且他說 認罪要具體 包括一些細節 不要說 主要我是一個罪人 究竟是什麼罪 要認出來 一項一項很具體的 甚至他列出 有二十項的罪 你可以在檢查 list 去列出 去認同 有沒有這些罪 有沒有這些罪 甚至 有很極端的 傳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講到 帶著棺材去廣道 特別是有錢人 發財 發財 發棺材 這樣 他自己 躺在棺材裡 即是說 你不斷地要發財 發財 最後你都要進入棺材 就被人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要致死 他想說什麼 要致死 生命裡 對於貪財的根 所以 他去到各地 港道 他做了一個 細棺材 就放在一個袋裡 講到那裡 就把細棺材 放在港台裡 是這樣的 不單止是這樣的 松信之博士 他也是一個宣教的元包者 他在他服侍的時間裡 他去了很多地方 他在1930年代 去了南洋 我們那時候叫南洋 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去報道 去帶領復興的聚會 那些影響到今天仍然 我記得去年 我們去印尼探訪 我們在印尼的家人 Pastor Hennie 他帶我們去他爸爸的教會 在印尼的Solo這個地方 那裡 牧羊了一間很大的教會 他說他爸爸、媽媽、婆婆、爺爺 他們都聽過宋上捷 也因為宋上捷去了印尼 令到他們生命被復興起來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不斷地去為主奉獻 不單止在中國 也去到南洋的地方 去傳揚福音 去引爆這個復興 泰國兩次、新加坡六次、印尼兩次、菲律賓一次、沙禄月一次 他們在那裡 和繼志文牧師 也和他自己在那裡建立教會 在那裡建立神學院 繼續造就 用神的話語去裝備工人 讓這個復興 是不斷的 息息不斷的 宋上捷博士 一個最大的困擾、困難 就是他的身體不好 其實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他已經是身體不好 肺是患上肺病 當他回到中國的時候 他沒有好好休息過 就繼續去奔波 不停的奔波 所以有一個傳說 他去吃飯 一定要吃雞和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博士 讀化學的 可能對營養都有一個堅持 他說蝦和雞最好營養 要補充體力 因為他說得不只是站在港台上 他跳上跳下 他大聲出汗 而且那時候的交通 沒有那麼方便 那時候的居住 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他身體一直都不好 到最後 他因為疾病 因為肺癌 他不能夠繼續去做神的工作 那時候 甚至他因為肺癌 他要進去北京的協和醫院 去做手術 去醫病 在那裡 渡過他人生 最後的一段時間 就是在日本侵華之前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神就興起宋上哲博士 去預備中國的教會 用什麼預備呢 復興 用復興去預備中國的教會 去研點起復興的火 去蘇醒大英姊妹的生命 他真的是一個圓爆者 他在1944年 他在北京病逝 1944年8月18日 由中國另一位屬令巨人 王明道先生 王明道牧師 為他主持安息禮拜 他在世只不過是42歲 他從中國到他離開世界 只不過是有17年的時間 在神的工場去服侍 但是這17年的時間 卻是引爆了這麼短暫的生命 卻是引爆了一個 到今天仍然有果效的 一個對中國教會復興 我們不能夠不提的人物 亦都他的果子 結在我們說今天南洋 在新加坡、在印尼 都聽到他的果子 在那裡結出很多人的生命 因為他的影響 是影響直至到今天 所以在今天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 能夠可以去 經歷到 聽到宋上節的 博士的 他生命的 那個的辭職 一個中國的援爆者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從他的生命 學到什麼功課呢? 第一個功課 就是要注重身體 要注重健康 如果我們要被神使用 我們的身體和健康 我們其實這個都要很注重 其實這個我講 都是有一些 好像矛盾一樣 因為在宋上節博士的 那個時間 真是當戰爭 風雲密報的氣息來的 當教會這麼緊張的時候 如何能夠有一個平衡的 侍奉的生活 是沒有平衡的 但是其實 身體也是聖靈的電 我求助給智慧 我們能夠可以 在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以及我們在主裡 我們那個的興奮 去服侍主的生命 能夠可以有一個的智慧 就不要 好像宋上節博士那樣 他真是一個很大的 勞碌勞損 以至身體是復原不了 亦都因為他這個奔波勞損 去奮力的 去做全福音 以及帶領奮興聚會的工作 令到他身體是沒有得休息 以至到最後 他很年輕 就離開這個世界 第二個 我們學到些什麼呢 第二個 真的有時候我們要 將一些世界的價值 一些世界的名譽 對於地位 那些攔阻我們的事情 我們真的要 好像英文叫 Burn the bridges 就是 令到自己沒有後路 就是先前以為有益的 現在因為耶穌 和復興的緣故 我們看為有損 我們看每一個復興的援爆者 他都是願意這樣去放棄 世人看來 一些是博士 是錦鑰匙的博士 並且可以用這個身份 可以開到很多門 但是宋上節沒有這樣做 所以今天當我們在這個世界裡 是應用我們的生命和生活 我們有時候很誇耀我們 世上一些的學歷 或者我們一些 讀了多少的神學 又或者我們幾有財富 或者幾有影響力 但仍然都好像保羅所說 先前與我有益的 現在都因為基督的緣故 是與我有損 第三樣 我們學到什麼功課呢 聖靈的充滿 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 不是十次 是一百次 是兩百次 不是一百次 兩百次 是每天都經歷聖靈的充滿 聖靈的充滿 在我們生命引來一個爆炸力 能夠將最剛硬的教會 最剛硬的生命 最剛硬的心 能夠爆破 引爆 一個世代的復興 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需要大家繼續支持 IM的時光發展 擴展神的國度 邀請你透過以下的方式來奉獻 網上銀行轉帳 自動櫃圓機轉帳 郵寄支票 Payme手機應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過PayPal來奉獻 至於想索取奉獻收據退稅的家人 除了郵寄支票之外 都要記得將奉獻證明 包括螢幕截圖 和個人資料傳送給我們 記得截圖需要清楚顯示 即使轉帳的日期 呼發商事工的戶口號碼 和奉獻的銀碼 我們將於每年的4月 發放奉獻收據給大家 呼發商事工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開YouTube 搜尋我們的名字就會找到了 找到之後 記得按訂閱訂閱訂閱 最重要是按旁邊的鐘仔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個直播提示 還可以隨時重溫 大家記得訂閱吧